现在我们看到的这段画面是描述牛郎之女在天上嬉戏的3D动画 不过它并不是出自某部3D电影 而是现场有真人演出的黄梅戏舞台剧《牛郎之女》的片头 只不过因为采用了先进的3D技术 这部舞台的电影 这部舞台剧的一些场景是需要观众戴着3D眼镜观看的 看3D电影早不是什么新鲜事了 但是现场演出的3D舞台剧是什么样却掉足了人们的胃口 从去年年初安徽省黄梅戏剧院推出这部《牛郎之女》以来 很多人就惦记着一定要去现场看一看 觉得就是说可能是一大创新嘛 就没有想过不知道效果到底怎么样 然后就非常那个想期望非常想来看一看 《牛郎之女》呢他们牵着手在天上飞 然后那个天上3D效果那个 梅花瓣飞下来这样 这样舞台上又撒下来粉红色的纸片那感觉 它美妙 比如说好像看到有那个老牛啊 就就像那个能动起来了 它那个当然是跟传统都不一样了 这个就非常的就符合那种神话的特色 在演出中首都的观众能身临其境地欣赏到仙境美景 牛郎与织女携手漫步天空 漫天桃花仿佛就洒落在观众席间 伊万很难在舞台上表现的神话场景 如老牛变人 天神从天而降压回织女等 如今都不再是难题 甚至舞台上许多道具 诸如房屋 瀑布 草木等 也实现了3D化 整出渊远流长优美七晚的民间爱情传说 以这种全新的面貌呈现在观众面前 如此兴起的体验也让首都的观众赞叹不已 高科技真是太感人了 我希望他们这一代人更好 以后表演得更好 太好了 太激动了 这个原来没想到 来之前没想到 这个3D和这个传统戏曲 这个结合起来给人尊尊尊的感觉 我觉得很多的观众都特别期待 今天能够搬上舞台 采用这么先进的高科技手段 然后这是让大家会感觉到很欣慰的 据出品方介绍 他们暂时计划将50部较有影响的戏曲舞台 拍摄制作成3D数字影像作品 这既是为填补戏曲数字影像作品的空白 也是希望将3D这种现代科技手段 融入传统的戏曲中 从而赢得年轻人的市场 也让传统艺术焕发新的生机和活力 因为讲戏曲我们老是以传统的思路去对待戏曲 传统剧目 传统的舞台样式 势必会离现在的特别是年轻观众会越来越用 我们就是尽可能地做到古典传统时尚于一身 让争取更多的老观众也能喜欢 新的观众又能重新认识 哇 原来中国传统的戏曲还可以这样唱 还可以这样演 在台上还可以变得这么好玩 有效地把传统舞台美化了 同时也把神话剧更加的好看 同时也是有助于传统舞台 传统戏曲走进年轻人的市场 为了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传统文化 让更多年轻人能够了解我国的老艺术 珠海洋市设计网络动画科技有限公司 携手安徽省黄梅戏剧院 用3D全新技术 让电影胶片中沉睡了40年的牛郎和织女 演绎天上人间的爱情传奇